同意一票 公投選舉首度脫鉤處理 投票率四成一 最後四案通通沒通過 北台灣包括桃竹苗花東 幾乎都是同一票居多 尤其六都當中除了台南高雄之外 台北桃園也是同一大於不同一 新北只有隔四不同一居多 台中公投綁大選之外的三案 則是不同一占多數 從最後票數來看 藍綠總動員 但最後只吹出基本盤 而且這個政黨動員 其實並沒有很成功 花了這麼龐大的資源 也不過才多洞出了 二十萬張的不同一票 中間選民根本不買單 靠著綠大於藍的基本盤 民進黨閃過其中靠 人民卻也把難題丟回給政府 尤其接下的缺電 以及萊豬所帶來的食安問題 將是更大的危機 現在看起來是 藍票北捕做得到 那國民黨的北票 藍捕是做不到的 同此之後 綠色的獨裁的一個怪獸 已經形成了 只有在野大聯盟 就是非綠大聯盟 才有可能制衡它 何事我是主張認賠殺死 問題是你三千億要結帳 很多還有電力 你還說那缺口要怎麼解決 刀票比刀送 怎麼不對要改管 投完票 問題沒有改管 公投結果藍營全盤揭沒 脫國大選也挨轟 根本就是架空民主 從此台灣將告別公投 而反萊豬沒過關 美國國務院強調 將與台灣就食品議題 尋求建設性接觸 台灣未來也將失去 向美方施壓的籌碼 這人將會 王志文台北採訪報導 新年級地址 一些無關於 新年級地址 偶然將未來 Guard機 偶然將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